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说三名美国人在阿富汗首都夏布尔一间医院被杀 阿富汗警方说一名警卫星期四在美国一个慈善机构开设的富尔医院开枪打死三名美国人 其中至少一个人是医生 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说凶手已经被警方拘押 当局正在进行调查 目前还不清楚特利班是否与这宗凶案有关 阿富汗今年发生多宗集击外国平民事件 四月初一名警官在阿富汗东部向两名美联社记者开枪 三月份一名瑞典记者在夏布尔一间餐馆外被射杀 而在一月份夏布尔市馆区的一间黎巴联餐厅发生炸弹爆炸炸死了21个人 中文字幕提供 推荐